在绵绵细雨又出太阳时 有时会看到天空中有美丽的彩虹 彩虹中包含了红、橙、黄、绿、蓝、电、紫等颜色 缤纷的色彩让人看到时总会感到惊喜与愉悦 在医院复健师中 复健师会以红外线治疗器照射关节等患处 让患者感受到深层热肤的功效 以达到治疗或缓解发炎的目的 你知道美丽彩虹呈现的可见光 和医疗时所使用的红外线有什么共通性呢? 它们都是属于电磁波的一种 所具有的波长、频率与能量不同 由于光具有干射、绕射等现象 且光属于电磁波的一种 所以光具有波动性 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会使用到许多不同种类的电磁波 例如广播电台所放送的无线电波 微波炉用来加热烹煮的微波 医院检查病患所使用的X光射线 而光也是一种电磁波 电磁波不需戒指即可传播出去 电磁波的传播速率与光在真空中的速率相等 为3乘以10的8次方 单位为秒分之公尺 电磁波的传播速率C等于电磁波的波长 浪打与频率NU的成绩 C等于浪打乘以NU等于3乘以10的8次方 单位为秒分之公尺 浪打波长单位为公尺 NU频率单位为S的-1次方 因此电磁波的频率NU与波长浪打微纯反比的关系 波长越短频率越大 各种电磁波直波长的大小关系为 GAMMA射线小于X射线 小于紫外线 小于可见光 小于红外线 小于微波 小于无线电波 则这些电磁波频率的大小关系 就转变成 GAMMA射线大于X射线 大于紫外线 大于可见光 大于红外线 大于微波 大于无线电波 其中人类 指甲 涂钉 等各项涂粒所摆放的位置 分别代表食物大小 和波长长度的对应关系 其中 可见光 为肉眼可以察觉到的电磁波 其波长范围 约在400到700奈米之间 彩虹所发出的颜色 即属于可见光 我们已知 波长比400奈米短的紫外线 会对皮肤造成灼伤 而波长比700奈米长的红外线 则无法使一般底片感光 显然不同波长的电磁波 具有不同的能量 波长越短 能量越大 也就是频率越高 能量越大 西元1900年 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提出 能量是不连续的观念 将能量量子化 开启了量子理论的时代 他认为电磁波的能量 E 与其频率 N乘正比 电磁波的能量计算方式 可以根据以下的式子来求得 E 等于 H 乘以 N 其中 E 为能量 单位为交二 H 称为普朗克常数 其大小为 6.626乘以 10 的负 34 次方 单位为交二乘以秒 Nu 为电磁波的频率 单位为 S 的负 1 次方 接着 在 1905 年 爱因斯坦提出光子理论 他认为电磁波是由光子所组成的 具有粒子性质 他将此粒子称为光量子 简称为光子 也就是表示光具有粒子性 并以此来解释光电效应 突破了传统上认为光为电磁波 仅具有波动性的想法 表示光和电磁波同时具有波动性与粒子性 因为已知电磁波的传播速率 C 等于 3 乘以 10 的 8 次方 单位为秒分之公尺 等于电磁波的波长 浪打与频率 N 的乘积 顾电磁波的频率 N 为 N 等于 C 除以浪打 将 N 改以 C 除以浪打 代入 E 等于 H 室周 可得 E 等于 H 乘以 N 等于 H 乘以 C 除以浪打 从此是可以求得 电磁波中一个光子所具有的能量 其大小于电磁波的频率 N 乘正比 波长浪打乘反比 因此 若某一台家用微波炉 是利用波长约为 122 毫米的微波来对食物加热 则次微波的频率为 N 等于 C 除以浪打 等于 3 乘以 10 的 8 次方 单位为 0 分之公尺 除以 122 乘以 10 的 负 3 次方 单位为公尺 等于 2.46 乘以 10 的 9 次方 单位为 0 分之 1 试试看 你会了吗 小测验 在台湾 若新生儿出现黄胆症状 通常医师会以波长 400 奈米的蓝紫光 照射该新生儿来进行治疗 试求 1. 此蓝紫光的频率约为多少 2. 此蓝紫光中一个光子的能量约为多少胶二 1. 由于 1 奈米等于 10 的 负 9 次方公尺 故此蓝紫光的波长 400 奈米等于 400 乘以 10 的 负 9 次方公尺 此光的频率 等于 3 乘以 10 的 8 次方 除以 400 乘以 10 的 负 9 次方 乘以 7.5 乘以 10 的 14 次方 约等于 4.97 乘以 10 的 负 19 次方 单位为胶二 牛顿于 1666 年以三轮镜做太阳光的分光实验 当太阳光所放出的光线通过三轮镜折射后 会形成由红 橙 黄 绿 蓝 电 紫 一续连续分布的彩色光带 频率由较低的红光到较高的紫光全部都存在 亦表示太阳光放出的是能量连续的光 故此彩色光带被称为连续光谱 若使白赤灯泡的白色光经过狭缝 进行同样的分光实验 也能得到类似的七彩可见光连续光谱 而在验色试验法中 当气体原子受热后 会辐射出几条特定波长的光 例如从锂 钠 丝等元素所得到的光谱 我们可发现其光谱途中的谱线 只含有几条特定波长且不连续的光 此称为明线光谱 亦称为不连续光谱 若将特定的气体置于高压放电管中 气态原子受高压电激发后 会放出特定波长的光 也就是会放出特定能量的光 透过三轮镜折射后 所呈现的放射光谱 是由不连续的亮线所组成的明线光谱 且光的频率波长随气体原子的种类而有所不同 故原子放射光谱可用来鉴别原子的种类 整理前面所学的内容 我们可以知道 光电磁波具有波动性与粒子性 根据C等于浪达乘以Nu 等于3乘以10的八次方 单位为秒分之公尺 以及1等于H乘以Nu等于H乘以C除以浪达 并代入普朗克常数H等于6.626乘以10的负34次方 单位为交2乘以秒 可有抹光或电磁波的波长 频率求得其一个光子所具有的能量 光谱有连续光谱与明显光谱两类 太阳光或白赤灯泡所发出的白光都属于连续光谱 单一元素受热或某特定气体与高压放电管中所发出的光 都属于明显光谱 同学们 看完本单元 你是否已经认识光与电磁波的特性 以及其波长频率与能量的关系 并了解光谱的分类了呢 欢迎到留言区 与我们分享你的学习心得哦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